思考问题的角度有多重要 指尖教官让学生站上窗台 接着命令他们 学生们纷纷吓呆 跳下窗户 这不是要人命吗 有一个傻乎乎的女生 真的转身 准备朝窗外起跳 教练赶紧叫停 她服从性强 但缺乏思考 军队不需要这样的傻蛋 这时只剩最后一个女生 她在教练的催促下 女孩突然集中生智 原地跳了一下 没想到却得到了教官的赞许 她也成功通过了选拔考试 成为史上第一名 也是唯一一名 入选印度军队的女朋友军 女孩叫甘九 在第一次坐飞机时 她意外获得了 进入驾驶舱的机会 从此就深深迷上了飞机的视野 立志要当一名飞行员 可当时所有的飞行员都是男的 甘九想要成功 无疑是痴人说梦 这并没有让甘九退缩 而是付出加倍的努力 立志要做第一位女飞行员 她知道飞行员的要求十分苟刻 所以为了保护眼睛 她戴了整整九年的墨镜 为了克服苦高 她更是日复以日的练习 如何从十米高的跳台上跳下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甘九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了业 还拥有了一副强健的身体 可就当她信心满满 去飞行员学院报名时 老师却告诉她 他们只招十二年级以上的学生 甘九只有十年级 没办法 她只好又回到学校 再读了两年书 结果两年后 招生的要求又变成了大学本科 甘九好无语 她想争辩 招生老师就把她赶了出去 爸妈都觉得 甘九怎么也该放弃了吧 但甘九没有 三年后 她再次带着大学毕业证 来到招生办 这一次 她终于通过了学地测试 就当甘九喜滋滋等着报名入学时 才发现 学费居然从五十万变成了一百万 这次甘九没办法了 因为她知道 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 幸好 就在她纠结要不要放弃梦想时 爸爸突然拿给她一张报纸 上面写着 军队正在招募第一名女空军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报名 甘九的眼里 顿时再次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她有自信 这个机会非常莫属 很快 甘九就报名了 多年的积累 让她在选拔中遥遥领先 不管是只是储备 还是挺耐力 都是同批学生中最强的一个 更难得的是 她还有敢于反抗权威的精神 这一天 老师问大家 印度国旗上的轮子是什么颜色 一个同学立马抢她 是蓝色 可老师却说是黑色的 同学看老师太得严厉 以为是自己的记忆出现错误 于是将答案改成了黑色 健壮 老师才满意的离开 但甘九却觉得不对 她勇敢的反驳道 轮子就是蓝色的 老师立马拉成了脸 质问她是想教育自己吗 甘九却没有被她吓到 依然坚持仅见 没想到下一秒 老师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她夸赞甘九做的对 因为很多时候 人们不是缺少智慧 而是缺少反抗的勇敢 在这一点上 甘九赢了所有人 最后甘九成功成为了 唯一一位通过选拔的候选人 可在体检时 老师却告诉了她一个噩耗 男人将性感女人的海报一把撕下 却引起全体男空军的不满 因为今天 部队要来第一名女空军 所有男人见到她 就像狼看见羊一样 甘九看着同事们的眼神 知道自己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果然她一来就发现 这里没有女厕所 也没有女更衣室 每次她想换衣服 都要跑一千米 去最偏僻的女生锁室换 换完再拼命跑回来 尽管她这么努力 可每次还是会因为迟到 错过出勤飞机的起飞 这一天 甘九终于受不了了 她决心要打造出一个 专属女性的更衣室 只见她将男更衣室的 储物柜都搬到一起 再取下门帘当格部 一个简易的换衣间就坐好了 男同事们还不明白 甘九要干什么 她就已经换好飞行服 潇洒的走了出来 这是入职以来 甘九第一次准时到达机场 甚至还早了几分钟 就在她兴奋的等待同伴 来和自己一起飞行时 张冠却告诉她 飞行取消了 甘九以为这不过是个意外 可接下来 一连几天 同伴都因为各种原因 取消了飞行 甘九本以为 她是身体不舒服 没想到路过男生宿舍时 却看见同伴玩得爽嗨 哪里有半点生病的样子 甘九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以为只要自己 默默忍下所有不公 努力把一切做好 就能换来回报 现实却总是一次次 给她迎面同机 看着别的同事 每天都能按时出勤 她心里不知道有多羡慕 可她的同伴 换了一个又一个 却始终没有一个人 愿意跟着她一起飞行 就算有同事可跟她出勤 但连操作感都不让甘九碰 这样下去 哪能学到东西 哪怕甘九主动提出 要多干点活 领导还是会因为她的性别 立马否定 很快就到了季度口勤 别的同事 都有几百小时的飞行时间 甘九却只有11个 张官听到后脸色都变了 试问甘九为什么这么拖后腿 领导知道原因 但他却只是静静地看着甘九 丝毫不在意她的死活 幸好长官决定 再给甘九最后一次机会 他要亲自陪甘九飞行 看看她到底是因为技术差 才流后 还是有别的原因 甘九知道 这将是自己唯一的机会 于是在飞机上 他拼命地表现自己 当长官让他紧急迫降在一个小岛上时 他没有选择最大的那个岛 而是旁边那个只有巴掌打的小岛 这是数手飞行员都很难完成的任务 但甘九却凭借自己强大的知识储备 和临危不乱的心神定力做到了 就连一向严肃的长官 也忍不住对甘九赞赏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是个好苗子 虽然他无法改变军队那些骑士的陋习 但他至少可以亲自培养 之后 长官每天都亲自带着甘九训练 在他悉心栽培下 甘九的飞行时间很快就突破了100小时 并成为下一个季度考核中成绩最好的学员 作为奖励 在之后的晨会中 将由甘九担任小队长 给大家分配飞行任务 甘九赶紧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爸妈 他终于证明了自己 女人并不比男人差 可男同事们却十分看不惯甘九的优秀 决心要把他拉下来 他是空军部队里唯一一个女人 却当上所有男人的小队长 可他胜任第一天 领导就让男同事取代了他的位置 甘九不理解 以为是自己那里做的不对 甘九站在台上 却觉得如如在背 他不是害怕被否定 只是想知道被否定的原因 于是他鼓起勇气又问了一遍 没想到长官直接生气了 他气冲冲地走到甘九面前 把男同事拉到甘九对面坐下 接着让他们举起手腕 甘九有些懵 不明白领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直到同事飞速地把他手腕撂倒 他才意识到这居然是在掰手腕 男同事一次又一次地把甘九的手腕掰倒 丝毫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 男女力气的差距在此时被放倒到了极致 他意识到这根本就不是针对他能力的否定 而是针对他性别的侮辱 甘九绝望了 他不害怕苦难和挑战 可当苦难和挑战是无形且无法改变的时候 他又该如何呢 这一晚他和军官们打场了架 接着就留下退役申请书扬手而去 这是甘九从小到大以来第一次放弃梦想 甘九只能在家里适合罗坡地躺着 等待部队对他退役的批准 这一天妈妈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劝甘九出去玩玩 和朋友们聚聚 也许能让他心情好些 甘九这才想起 今天是他闺蜜的婚礼 自从去部队后 甘九还没和闺蜜见过面 在今天的聊天中 他才得知 闺蜜以前也有个明星梦 他去宝莱屋闯了一圈 却没有半点水花 只好回来嫁人了 虽然他没有实现梦想 但他看起来却十分开心 这让甘九忍不住质疑自己的选择 难道真的只有实现梦想才能开心吗 自己以前除了梦想 什么都不想要 最后却被伤得遍体鳞伤 或许他也应该找个人嫁了 开启另一个人生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爸爸时 没想到爸爸却生气了 他愤怒地把甘九落到厨房 告诉他 他活着不是为了成为某个人的妻子或妈妈 而是为了成为他自己 甘九这才意识到 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 他在家想了一夜 最终还是决定回上行囊 去部队 把自己放弃的东西夺回来 既然没有人愿意给他想要的 那他就靠自己争取出来 没想到刚回部队 张官就告诉他 战章已经打响 甘九被派往前线 才有侦察工作 甘九既紧张又兴奋 他没想过自己居然能担此重任 但同时他隐约感觉 那个能证明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一到前线 甘九就被安排和之前的长官一起出任务 他们需要分别驾驶两架只手机 去前线就远上兵 但长官却无视了甘九的警告 不慎被敌军击落 甘九刚想飞进点查看 却被敌军同时盯上了 指挥部连忙让他们撤退 因为部队不能同时失去两架只手机 但甘九却不愿放弃 以前他遭受的那些否定 这时都在他耳边响起 他想证明自己不是弱者 因为做飞行员靠的不是白手弯的力气 而是勇气和智慧 刚好这两者都都具备 于是甘九不顾指挥部的命令 依然驾驶飞机朝上运出飞去 他瞄准时机 一边驾驶 一边指挥同伴向敌人开火 成功降落在坠户的飞机旁边 将受伤的掌握救出 不仅如此 甘九甚至在灰城的路上 轻松躲过了一颗炮弹的袭击 最终卡的时间 将长官成功送进治疗室 长官看着这个他一直看不起的人 却能不顾危险救自己一命的女人 心里百味杂陈 忍不住再次败住了甘九的手腕 但这次他主动认输了 他终于明白 性别从来就不是歧视一个人的理由 也不是决定一个人能力的关键 只要敢于有梦 勇敢追梦 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自己人生 最强大的战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